這台樓有一個地方是最特別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略 就是它有幾個很特別的設施 這個有沒有看到有一個環 那這邊還有另外一個 兩個 另外一面也有三個 四個 裡面還有一個 總共有五個環 這個環是要幹嘛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可以猜猜看的 大家布幕是起幕閉幕這樣是嗎 不是 其實 拉起來搬運呢 除了搬運之外呢 最重要的是 它整個舞台呢 它在整個架起來的時候呢 都會用到這些東西 我們先看一下 下面這邊 它下面是有基座的對不對 這個東西 在傳統的布袋系裡面呢 外面有這些基座 它是懸空的 它是什麼意思呢 下面的只有唯一個布 那它要怎麼樣蓋起來 那它告訴我們什麼 它告訴我們說以前傳統的布袋系 它全部都是用吊著的 它是用線綁著 然後吊在天花板的 怎麼吊呢 我們看一下這張照片 有沒有看到 圖台後面有兩條線 好 這個可能看不太出來 那它是怎麼吊的好了 這邊有一個步驟圖來 演這座來 它這邊告訴我們布袋系的舞台是怎麼樣吊著的 那你們可能會想說 那我在戶外演怎麼吊 對不對 那我們 好 我們戶外呢 通常會在打演廟口對不對 那廟口呢 在演布袋系的時候 在舞台搭起之前 會先搭一個東西 叫做戲棚 戲梅 那這個戲棚通常都是用竹子做的 然後上面會鋪那個藍白帆布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有一點印象 那所以說這個舞台就會架在戲棚裡面 那它就會把它吊在戲棚 這個就是戲棚 這個是用那種浪板 波浪板 它就會直接吊在戲棚上面 那所以說呢 早期的所有的傳統布袋系 都是用吊著的 那為什麼要用吊著呢 吊著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好處 剛剛不是說過布袋系常常要到每個廟演出 它要移動嗎 對不對 那它 為了移動 它是不是如果用吊 它就可以掃掉這些下面很重的一些機架 那它的行李就可以減輕 這是第一個好處 第二個好處是什麼 每一個師傅呢 它的身高都不太一樣 所以說呢 如果用吊著的呢 這個舞台平台的高度呢 你就可以自由的決定你要高一點或低一點點 那這個舞台呢 就可以給這個戲班子裡面所有的師傅演戲 所以說這是一個非常聰明的設計 那現在呢 我們的演出呢 通常都不用吊的 為什麼呢 因為呢 現在呢 大部分我們在演出的環境呢 大部分都不會搭戲棚 傳統的話呢 有一些會有戲棚 可是 常常會遇到沒有戲棚的狀況 所以說現在呢 包含我們劇團 還有在外面現在看到的表演的演出呢 後來呢 又放棄了用吊著的演出的方式 大部分還是有下面的價值 因為現在包含 你要運輸也更容易了啊 你可以有一台大卡車或車 你就可以直接載了 所以說 其實這個樣的方式 用吊的方式 有時候會遇到它的問題 就像這個空間 如果它不能吊的話 所以說 現在的劇團 它演出的舞台方式 大部分還是下面是像我們這樣基座式的 那就是布袋 你們不是一個很好的